其實大家都很害羞 醫生也很害羞 就是不想給那個同事開刀 還是什麼 然後想說我這麼認真 我開了這麼多台 我應該可以自己搞定吧 就越黑風高的時候 就拿那個局部麻醉藥 和那個跳台包 就是手術盒 就準備自己找一間開刀房 準備自己處理他那個包金的問題 然後沒想到 通常你做別人很容易 你跟他說不會痛 我們麻醉針打完就好 就自己打到一半 他完全快受不了 因為超痛 然後打了以後 因為太痛 他又沒有打均勻 所以就是有一部分的那個 麻醉的效果沒有很好 那他在自己割的時候 就是有一部 割到一半有時候割不下去了 就開始流血 又痛又流血 然後就有點尷尬 然後後來就暈過去了 然後是後來被那個 因為掃地阿桑 他們不定期就會去看一下房間 然後就看到怎麼醫生 然後下面都是血 然後昏倒在那個開刀房裡面 然後他就趕快叫救命 後來麻醉科醫師那些都有過去 發現只是 可能就是昏過去而已 生命真相都是穩定的 然後再找他同事過來幫他處理完 最後真的是 太丟臉了 對 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們剪髮設計師 也沒辦法自己剪頭髮 對不對 這個要不要幫忙剪 來 看 這些小手術讓人膽戰心驚 拔牙 牙齒矯正 網友說 有恐怖的牙醫夢魘 其實根據研究統計 超過六成的人 對牙科都非常非常恐懼 就像剛剛瓜哥前面講 很多人會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經驗 包括他自己拔完牙 可能會腫得像豬頭一樣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就是我有一個病人 是一個30歲左右的人妻 然後他每次來的時候 他都很特別 他身上都會有酒味 然後他老公都坐在旁邊陪他 然後有其中一次 我就看到他老公 就是手上提一個塑膠袋 7的 然後裡面就是有一些酒的罐子 對 然後後來我就問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說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但是我每一次只要喝茫了 我來給你看我就不會害怕 他就是一定要喝到有點茫茫的這樣 所以那個病人後來療程結束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以後真的不要這樣子 我們可以試著用一些放鬆的方式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非常害怕 我們用增進麻醉 用 牙科也可以用靜脈注射這樣子 那我這邊還可以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像很多病人要拔牙去做矯正 因為我們要把牙齒排列整齊的時候 通常需要創造空間 那我們創造空間有時候 會搭配一些骨丁 然後去做牙齒的移動 那大部分的病患聽到 骨丁兩個字 整個會倒退三尺 因為骨丁就是要打到骨頭裡面去 那當然是在局部麻醉的狀況之下 可是那個骨丁大概一公分那麼長 我們有時候拿給病患看 那病人說 這個東西要鎖到骨頭裡面去 嚇死人 對 那我有一個很恐怖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那個是一個女生 然後她要拔牙做矯正 然後後來在打骨丁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標準流程是這樣 我們注射完麻藥之後 醫生會拿一個尖銳的探針去探測 你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麻掉嗎 然後我在去探測的時候 那個針她眼睛這樣 從她眼睛這樣畫過去 看到要放到她口內的時候 她突然手這樣一揮 她就要把她擋開 結果那個針就差點畫過她的臉 對 而且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女性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我就仔細檢查一下 看她臉有沒有被畫到 好險沒有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其實可以跟醫生做一些 數前溝通 我們真的可以安排 正經的麻醉 那其實透過一些心理放鬆 跟呼吸的調整 也會有幫助的 是 我之前就是 小國中啦 就是要矯正牙齒 因為有一顆虎牙 想要矯正那顆虎牙 那樣的虎牙不要出來 所以為了那顆虎牙 我後面就拔了一顆牙 拔掉一顆牙 把它推回去 可是你知道那個以前 矯正是那個鐵絲 然後拉到你就是牙齒會超酸的 吃東西也不方便 吃硬的也不能吃 就變成要喝硫質 所以我會覺得真的太痛了 然後我本來原先以為說 這樣子可能會變瘦 又沒變瘦 所以就覺得這 真的很討厭 所以我就套了別肩 牙醫說 你可以幫我把這些鐵絲 然後他就幫我拆掉 拆掉以後回去就被我媽罵 因為以前弄那個矯正 很貴 那可是小時候也沒 也沒矯正就算了 那最近我去做那個 做上面美白的貼片 那可是因為美白貼片 本來要做下牌的時候 醫生就說 你的下牌牙齒沒有那麼整齊 你要不要矯正一下 我想說 矯正 該不會又要弄鐵絲 他就說沒有 現在有那種比較透明的 就是隱形的牙套 那你現在做起來其實很方便 然後我發現 他就幫我弄 那我就弄了兩個 他就說你前面一個月 先戴這一個 你就是現在先戴 然後戴差不多到了一個月後 你就可以換第二副 那第二副如果說你戴 就有點卡卡的 你還是可以再用回第一副 那我覺得還滿厲害就是 你要吃東西 可以拿下來 有一種不是 什麼都可以 對 有一種不是晚上睡覺 可以 沒有 它就是你有空的時間 你就是戴 因為是矯正 就是要二四小時 只有吃東西 你就吃東西只要拿下來 因為它其實不會影響到 我們講話或幹嘛 什麼都不會 那就吃東西拿下來 就變成我什麼都可以吃 我一定要可以吃肉 可以啃排骨 幹嘛 我們那天有跟朋友吃飯 他也是這樣拿下來 對 就是把它拿下來 那拿下來之後你刷牙 它也不會讓你的牙齒蛀牙 因為你知道以前戴那種 鐵絲型的會慘 刷不到 有時候後面刷不到 那因為我女兒現在國三 我就帶她去 也是因為她要找這樣 她牙齒有點亂 所以我帶她去看牙醫 就是先去看 然後那牙醫就跟她講說 那你是需要 你要用那種傳統的 還是隱形的 我女兒第一個說 我要隱形的 因為你知道國中生很漂亮 她就這樣去學校 這樣大家看不到 而且好像用隱形的很酷 就是要吃東西 然後拿下來就算很酷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以為就是用舊傳統的 因為在那邊 她會幫你一直拉 她就說傳統可能 是不是用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矯正時間比較短 那隱形會不會矯正時間比較長 那牙醫就說其實沒有 時間是一樣的 是差不多的 可是以前方便多了 對 可是真的方便很多 因為我現在自己就是戴隱形的 我現在下牌就是戴隱形的 所以你也看不出來 而且我覺得更厲害的就是 我睡覺其實是 所以我戴了這個睡覺以後 反而沒有磨牙了 可是以前鐵絲 你們吃完飯 還要那個剃那個 盒子還要刷 現在這個就是拿下來 你只要把牙刷乾淨 然後你就可以戴上去 是不是 進步很多 進步很方便 超級方便 對啊 而且像我女兒 就是現在要繳繩我們搭區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找這種 還是要有雙刃 這樣美國 台灣 雙刃都有認證的這種比較好 你可以請教醫師 牙科醫師 名醫師 腳跟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那大家比較常知道 就是大鋼牙 那看起來就是下面 會有很多鋼絲 比現在 對 所以那個可能會比較不舒服 也比較不美觀 那同時也可能比較會有 掉落脫落的問題 那治療過程中 就比較多一些狀況 而且有時候不是拉那個斷了 對 現斷了 你還要馬上再去找醫生 醫生不在 你還要在那邊很緊張 怎麼辦 然後有時候吃東西 還會誇到你的嘴 這個透明牙套戴起來的時候 它會是 幾乎是看不出來 那拿下來的時候就很輕便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它可以在吃飯的時候拿下來 刷完牙清洗乾淨之後 再把它輕鬆帶回去 那這個療程 通常就會比較舒服一些 那像我們在臨床上面 有一些青少年 他可能功課壓力也滿大的 又不太想要說 一個月就要回程看一次牙齒 那另外一個是又覺得 帶大鋼牙在外觀上面 就不好看 又被同學取笑 都是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蠻多的民眾就會選擇 看看是不是有隱形 隱形矯正可以做一個選擇 那隱形矯正 像我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 這個就是 跳舞班的學生 很愛漂亮一個女生 可是牙齒就很亂 牙齒就很亂 那所以像他每次來都不太講話這樣 那當他知道說 有一個隱形矯正 可以做選擇的時候 他的佩戴 應該開始我們的矯正療程 那隨著矯正療程 他越來越好看 越來越漂亮 那到矯正結束的時候 他就已經變成一個 比較開朗的一個女生 所以說隱形矯正呢 我們在矯正過程中 就比較不會說 有一個大鋼牙的一個狀況 那像傳統矯正的話 那他的主要的材料 就會是金屬的 那比較沒有那麼的美觀 比較刷牙 比較不方便 那同時間 他大概一個月就要回診看一次 回診看一次 那當然一定是 可以幫我們把牙齒 就是排列做整齊 那隱形牙套的狀況呢 他呢就是 好處就是他比較隱形 比較透明 比較好刷牙 再來是他佩戴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有任何的疼痛感 不像是我們傳統矯正啊 在拉的時候都會痠痛啊 不太能吃飯 甚至要吃稀飯才可以進食 那隱形矯正 因為它是一個 藉由3D的一個scan之後 得到的牙套 所以他的牙齒移動 都會是比較定量的 疼痛感都會大幅度的降低 大幅度降低 同時間他也不需要常常回來 他大概就是兩個月左右看一次診 六到八週回診一次就可以了 那像現在小朋友啊 他常常要補習啊 然後也沒有太多時間跑牙醫診所啊 那像這樣子的話 就還蠻適合做一個推薦的 那同時間我們的隱形矯正呢 他也是可以讓我們的那個 患者的配合度是比較高 因為他就不會覺得說 哇 來看牙齒啊 看牙醫好緊張好可怕 然後出去要背笑 所以通常隱形矯正的患者 對於我們的療程的配合度 也都是會蠻好的 對 好 所以你看現在的醫療 體現很進步 很多手術產生的疼痛 其實都已經有很好克服的方式 千萬不要因為自己害怕 或聽網路聽太多 想太多反而耽誤了自己的病情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很多人照鏡子的時候 會發現自己睫毛有一些小小的白點 這可能是眼睫石 衛生習慣不好 常柔眼睛 戴眼鏡 或是眼部卸妝不乾淨 很容易讓眼睛發炎產生眼睫石 門診有十個病人 就會有一個發現有眼睫石 眼睫石通常初期沒有什麼症狀 有時候會有一些刺癢的感覺 症狀輕微的時候 可以先以冰敷緩解 如果痛癢一直持續很久 有可能是結石太大 或是結石已經浮出表面 這時候一定要到眼科就診 將結石清除 千萬不要自己滿眼藥水來點喔